由于近来北韩在发展河谷的争端上拒不妥协 引发了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四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成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北韩存在的大面积 系统化的侵犯人权现象 联合国安理会在21号星期四 一致通过了对北韩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决议 联合国表示 大规模违反人权的结果 有可能积累成反人类罪 这项调查可能最终导致国际刑事法庭采取措施 据报告指出 北韩存在多种侵犯人权现象 包括非法关押 劳教 酷刑折磨 谋杀 政治和宗教上的迫害 以及强迫失踪 新唐人记者吉米综合报道